一样 SQL 我就建一个新的 module 就叫 SQLite 01 好了 按一个 Finish 那里面的话呢 请各位干脆就直接拿那个云端上面的这个范本好了 那请各位找到哪里 找到那个 SQLite 这边 SQLite 资料库的新增 新增资料库 资料表与新增多笔记录 OK 那其中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下面有一段 这个 这个程式部分的话 那待会你就干脆直接拿这个来当范本 那这个范本它非常简单 以后的话有些地方你干脆就拿来改 因为有些像我大概解说一下 这一部分的话 那哪些部分的话可能需要注意 第一个的话呢 这一个程式 这个程式里面呢 大概有哪一些地方是重点 第一个 Import SQLite OK SQLite 3 这个Import SQLite 3一样嘛 因为你要建资料库的话 必须用到这个东西 SQLite 3的一个 module 这个 module里面的话有一些方法 它可以帮我们建资料库 所以它已经内建了 也就是说你还是要Import进来 第一个 所以Import SQLite 3 第二个的话呢 在SQLite 3里面 它会有一个方法叫Connect Connect顾名思义啦 就是什么 连结 连结一个什么呢 后面就是一个资料库的名称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个资料库的名称哦 它的档名 自己建的 所以我可能取一个名称叫什么 柯蛇01 副档名要点db啦 不过特别注意哦 这个档名跟副档名都可以自己取 不过习惯上是点db 不见得一定要点db 因为之前习惯在手机app里面 手机app里面也是用SQLite 3 一模一样的东西 只是在手机上跑而已 那习惯副档名就取这样 OK 所以这些程式有些时候是从手机程式转移过来的 修改一下 相通的啦 OK 那这个动作特别注意哦 就是SQLite 3这个物件 它有个方法Connect 可是直觉会觉得Connect是连线嘛 但是特别注意哦 后面这个东西哦 他蛮奇妙的就是说 如果呢这个资料库哦 假如不存在的话 他会怎么样 他会帮你新增一个资料库 放哪里呢 放同样这个module的旁边 OK 但是如果这个资料库已经存在怎么样 他就自动把它打开而已 OK 所以这边说在这地方哦 有点像那个他也不会告诉你 反正他自动帮你判断 这有在这个味道哦 所以如果说你本身不存在 他会自己帮你加哦 如果存在就开启 两用 所以Connect是有两个意思哦 那接下来的话呢 因为他开启之后 会自动帮你产生一个物件 我要去接他 因为如果你开启之后 就会产生一个资料库物件 所以前面会Return一个 我们就接他 所以我取名称叫ConN 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资料库物件 那名称也可以自己取 你可以叫其他名称 你可以叫C也可以啦 你叫B也可以啦 我习惯一下ConN 就一个叫资料库物件 那接下来的话呢 在资料库物件里面呢 会产生一个 我会再产生一个资料表物件 所以柯舍哦 当然说英文名称叫什么 游标吧 有没有 可是实际上哦 这边应该我觉得翻译成 资料表物件会比较恰当 因为在一个资料库里面 可以放很多资料表 那主要就是说这两个物件 就是提供我们去 一个开资料库 一个开资料表 OK哦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要怎么样 我要把这个资料 写到资料库的话 那我需要做什么呢 我需要跟他讲说 帮我在这个资料库 假设我已经建一个资料库了 在这个资料库里面建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 结构很简单 第一个栏位呢 就叫做Lumber 就是编号 放这边 第二个栏位呢 就电话 OK 那就是以后的话 你可以一直往下写 所以这个就资料表 那所以第一步的话 我们要产生一个资料表 但是你需要跟资料库沟通 你跟他讲说 帮我什么呢 create a table 不过你可能还要用SQL语法 那底下就是SQL语法 create table 你帮我产生table的资料表 那这边有一个叙述 if not a list 顾名是什么 如果他没有存在的话 那你就帮我加 如果存在怎么样 就不要加 就开起来就好 所以其实跟那个connet还蛮像的 如果不存在的话 就帮我键 如果存在的话 就帮我怎么样 开起来就好了 那后面的话呢 在这个table里面 这个table01 这个table 里面会有两个栏位 一个栏位叫number 一个栏位叫tl 就电话 那他的形态是什么呢 都用test 我们先用简单一点 因为资料形态 在资料库里面也很重要 那当然你可以放文字 你也可以放数字 你也可以放日期时间 不过如果你实在不要放什么 你刚才说放文字就好 放文字就好 因为什么都可以放 文字这种test什么都可以放 那我们就两个栏位 接下来的话特别注意 上面这个是一个seql语法 下面这一行是什么 这个cursor 这个资料表物件 它有个方法叫sq sq就是什么 執行对吗 就是意思说帮我把这个叙述怎么样 丢给seql资料库 请他帮我照着上面的这个命令去做 所以上面是seql命令 下面是丢给资料 sq应该解释就直接 可是这边的翻译 我觉得应该叫什么 把上面的命令丢给资料库 不过这个命令的话 你一定要是seql标准的 而且是seql在看得懂的 你不能随便自己加一些语法 是他看不懂 如果看不懂 他就会出现这一行错误 OK 好 那底下这边一样 又一个seql3 下面这一行是什么 帮我新增 有没有 所以这边有一个叙述 insert into 这个也是标准的语法 insert into就是帮我写一笔资料 到哪里呢 后面就是insert into 后面呢 就是因为我们刚刚已经create了一个table 那table01就是一个表 对 然后后面叙述就是跟他讲说 在这个表里面 你帮我放一个values values就是资料 资料瓜糊里面就是第一个放1 第二个放后面的电话 然后怎么样 一样做seql 就是把这个上面的语言 这个seql语法丢给资料库 他解析完了 然后并且帮你照做 OK 那底下的话就是什么 committer就确认 就有点像你输入完 那个seql上面不是要打勾 确认的意思 那close就连线结束了 好那这里的话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如果没有错误的话 我们run他 基本上会产生什么结果呢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run一下 他第一个会帮我建一个资料库 可是问题资料库在哪里呢 基本上各位请看一下 他就会帮你放在src这里 但目前没有出现怎么办 按右键 你可以什么 refresh 是不是有没有refresh 有在这里 或按F5 有没有 refresh一下 各位看一下有没有 cursor01 找到在这里 有没有 所以基本上的话 他已经帮你建了 如果他不存在 他就会帮你create整个 这个就是资料库 那里面的话呢 会有个资料表 就是里面 就放什么e 然后电话 不过特别重要 你把它点两下 它开起来会乱 为什么 因为 就有点像你的电脑里面 你如果给你SS档案 但是你电脑没有装SS 也打不开 所以 怎么办 你要找一个 可以开seqlite资料库的程式 那个程式 我习惯上会用 那个有一个也是免安装的 不过我是放在哪里 放在补充资料里面 你们可以 用那个补充资料里面的话 打开了也不知道什么 seqlite Browser 这个 这个程式的话 请对 把它下载 并且解压说 不用安装 因为它是免安装的 那我这边已经有把它下载下来过了 所以我在下载里面 找一下叫seqlite Browser 这个 那解压说之后 这边有一页 你就把它打开 那如果说我想要查看 刚刚我那个资料库里面内容的话 你可以open它 然后并且找到哪个位置 找到我的 c 底下的那个 我的python workspace 然后我的tester src 找到这里面 有一个cursor01.db 就这个 也就是你变成说你要手动去找到那个db的位置 然后把它打开 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这边呢 第一个它会出现data structure 就是你的data base structure 就是你这个资料库的结构 里面会有个table01 两个栏位 分别是这个tester 那如果你要浏览里面的资料 就browse data 里面会放一笔资料 如果你要放第二笔怎么办 很简单 你就怎么样 把这边改成2 假设了 2 然后后面的话 1 2 3 随便改一下 1 2 3 改太多 2 3 4 5 6 可以再怎么样 再run它一遍 它会怎么样 就再insert一笔 不过理论上应该print一个 新增成功这样 不过我这没写 run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再到这边 不过它现在不会rephrase 怎么办 切过来 再切回去 第二笔就出现 2 如果还在一笔 就3 就是 不过这样有点麻烦 对不对 最好是什么 有一个input 对不对 然后请输入 那个电话 不过特别是有 编号 有的时候 你不可能说叫user 说你要记得 你现在编号编到哪里 你下一次就从2号开始 哪会记得 隔天就不忘记了 有时候编号会重复 所以这边的话 其实你可以把形态 改成自动编号 后面那个 就是请输入电话就好 ok 这怎么改 待会再跟各位讲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一 把那个云端上那个范本拿下来 稍微至少了解一下 二 执行之后看一下 有没有这个资料库 再来的话 下载那个SQLite browser 把刚刚建的那个database打开来 稍微了解一下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这样的方式的话 我们基本上 就可以很快的建立资料库 资料表 产生栏位 然后把资料放进去 ok 所以如果你可以思考 假设这一题要改变 变什么 会员 比如说我要产生一个会员资料表 之前不是有个会员资料表 五个栏位 对不对 所以我假设 我希望把那五个栏位的资料 放到资料库里面去的话 那该怎么做 ok 写一笔嘛 如果写多笔就跑个回圈嘛 有没有 跑个回圈 然后insert in two 写进去 换下一个 读下一笔 再insert in two 再下一笔 再insert in two 那五十笔全部进去了 也就是未来 可能你会遇到什么 外部读档的写资料库 还有网路爬虫 爬下来资料 怎么办 存起来啊 存哪里 存资料库 所以以后所有 需要 储存资料的 你就要想到用资料库 所以资料库其实相当重要 所以 如果你学程式 没有学资料库 感觉其实好像没有 没学到东西 所以资料库这个非常重要 在python里面 有一个叫sqlite的资料 请各位先试一下 我刚刚有一段 就是在云端上面 你们找一下 我们的 资料库这边 sqlite资料库这边 底下就这个 就是第一段程式 你就把这段程式 拿来 拿来用就好了 ok 请大家订阅一下 那jon 放入冰箱 放入冰箱